大家好,1月28日在松化只有一組試集 多一點時間和大家聊一下 今天一組集12米,1分12秒88,正常 佳磚3,這隻是70分的PP 都開始近一點,明競之星高班,93分 紅酒之寶,是花旗的半兄弟 沒有記錯,是半兄弟,不是全兄弟 但當時周瑞格很貴 拍賣會,在English Digital賣給現在的馬主 之後就去了Beyond Baker 在外國叫Ossie 感覺上是一隻900米力的馬,看看它的時辰 一起步的時候,比較快一點會是紅酒之寶 第二位是明競之星,外面是大眾勝利 這隻是52分,特別留意點試 佳磚3,內蘭包尾 紅酒之寶領先了兩個馬位,灑了大步 第二位仍然是貼著內蘭的明競之星 外面是大眾勝利,包了內蘭,仍然是佳磚3 縮短距離,三個馬位內蘭 好了,鬥著鬥著跑,不是讓他很盡情地跑 最後六百米路程 紅酒之寶仍然領先了一個新位 外面二疊三疊,大眾勝利 一邊內蘭,明競之星,頭側側 好像想快點,想快點,但沒有位置被跑 佳磚3,上次追得近,這次追得更近 好了,準備鑽石入直路 紅酒之寶仍然領先了半個馬位 但外面52分,大眾勝利已經拍過上來 明競之星93分,在內蘭 外面,包尾為之就是佳磚3 看看他的口袋,望空加速 紅酒之星仍然領先,但外面大眾勝利 鬆鬆就已經過去了 外面,戒磚3,一望空又是標 明競之星反而不是很肯加速 好了,現在前面最後一百米左右 紅酒之寶,騎下去,鬆鬆鬆 有反應,但外面按到耍實的大眾勝利 也不是很遠的,輸一條頸位給他 很輕鬆回到第三名,就是戒磚3 第四名,就是明競之星 紅酒之寶,好一點 8.75 但這匹馬記住,1000米 軸勢芬 純粹跑速時 初出已经够增位置,赢不赢都不敢说 佳砖三,9分水准,很合适的 但一款始终是香港跑五次都没上过名的 拖脚比较稳定 明准之星8.5,这复杂试的真的不太好 我给不到他很高的评语 特别留意大宗胜利的进度 另外一款罗库全马房的佳砖三 都看到他的嘴巴 一松下去,看空了就自己肯走 大宗胜利,初头摇着摇着 比较的幅度就不够PP,红酒之宝比较多 力水上红酒之宝真的不够 这只大宗胜利可能能力高一点 但三岁,初起也是可以再好一点 但这只,松住僵城,很轻松的 再看一次的鱼势 红酒之宝都可以的 接着就顶住了,这只佳砖三 这货集不太特别 期待他们会再试多一次集 再看多些东西 反而明准之星,其实他有没有状态也好 整天都跑一段,跑一千千二谷草 特别抹下,田草好像没什么优势 好了,看完一组集,真的很开心 今天只有一组集 三分几钟讲完了,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